嘿,大家好,欢迎回到和柴叔的无计划旅行 好久没有给大家录制这种面对面的视频了 你们有没有想我呢? 本期视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从樊城来到了马尔滨之后 遇到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听之前一定要请给我点赞关注加评论哦 在樊城的时候提前找到了两位住在马尔滨的沙发主 其中有一位是住在老城区 他是一位叙利亚的难民 然后这位小哥呢在马尔滨的老城区有一家甜品铺子 他住的地方呢离他的甜品店 其实也大概是有50米的距离 特别的近 也是在老城区 第二位沙发主呢就是现在的这位 就是住在市郊是一位大学的老师 到了老市区那一位小哥家里面 顺便参观了一下他的甜品铺子 然后小哥也是非常的热情 就是专门是让他的跑腿的小朋友 就是在他店里面帮工的 就是叙利亚的难民的小朋友 专门是写下我的名字 然后是做了一个手镯 我给你们看一下 是其中一个他送给我的手镯 这是一个算是中东的 就是那种蓝眼睛 就是保佑人平安的 其实还是有一个的 就是把这个置换成木牌 用火刻上你的名字 因为小哥的话大概是20多岁的年纪吧 就是可能就是血气方刚的 他就是特别公开大方的跟我说 哎你有没有对 很感兴趣 就是我们可以试一下怎么怎么着 然后我这里有葡萄酒啊 我可以边喝边聊啊什么的 当然哈就是作为中年 就是独自旅行的沙发客 你被年轻的小伙子来邀请 这也是证明咱们还是年轻貌美 非常的有吸引力有没有 当时被拒绝了之后 小哥也没有说气急败坏 就是说那我就是到我朋友家去睡 你一个人就是在我房子里边睡就可以了 马尔丁的话会发现 房子是有一层一层建在山里边的 所以你进去住的话 就是感觉你是住在石库里边的 会有很大的回音 就是你周边的邻居上个厕所冲水啊 或者是小朋友跑来跑去啊 你都是可以听到回音的 想了想呢我还是搬出去吧 所以就是联系了我在市郊住的这位沙发主 他也是很愉快的就说你来吧 但现在在骑摩托车 从我安卡达的学校骑回来马尔丁 就是我人不在 但是我的钥匙呢是放在门前的那个垫子下面的 就是你过去拿就可以了 哇塞这个他真的是特别的trustful有没有 就是很多土耳其的人 不管是库尔的人还是土耳其人 我遇到的话 他们就是不是说全部的人 而是说很多的人 他们就是一是比较善良 二是就是他比较容易相信人 比如说买个东西 然后你找他很多起零钱嘛 他是不看你找了多少钱的 就是直接塞兜里边了的 这位小哥呢他是一位库尔德人 也是马尔丁土生土长的库尔德人 但是是不在马尔丁市区 而是在他旁边的一个市里边 库尔德人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 会生很多很多的孩子 像他们家的话他有四个姐妹 然后他们兄弟是六个人 现在的话就是会有一些改变吧 但是以前的话就是像我这个年纪的话 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们女孩子是不给那么多教育的 大概就是上个小学 就是上个五六年学校回到家里边 然后做家务 然后一直到你出家为止 小哥回来了之后呢 就周边旁边的姐姐们说 哎你正好从阿卡拉回来了 过来看看我们 他就问我 你要不要过去看一下 我们真正的库尔德农村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就是跟着他 骑着他的那个 对他来说就是 那是他的摩托车是属于竞赛型的 去到了他其中一个姐姐家 他们有的是讲库尔德语 所以我也听不懂 就是全靠我这位沙发主来给我翻译 我以为就这么低了 结果从他这位姐姐家出来之后 他就说 哎接下来还要再去另一位姐姐家 那个的话就是相当于特别特别的农村了 然后就是他骑着摩托车 就是拐进了一条小路 然后就是一直沿着两边全摩托车是玉米地 然后一直穿过一个农村 又一个农村往里边走 当时天就已经黑了 我就一路以为 哎我不会我的这位沙发主 要把我卖到山区里边去吧 就是因为其中有一段路的话 他连路灯都是没有的 你知道吧 就是你周边全部都是那种光秃秃的山 黑乎乎的 只有我们一辆摩托车在里面咚咚咚的走 我当时甚至在想 万一我是真的被卖了的话 我要怎么逃脱了 就是至少我是一个外国人 一个中国公民 那如果就是我能找办法 就是见到他们的村长 或者是就是那种牧师 或者是警察 那我是不是还有一线希望可以逃出去呢 然后大概走了有五分钟的时间 哦我终于看到了前方有一段 就是有炉灯的地方 那就是他姐姐的住的地方 真的是让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啊 我当时想的就是哎呦妈呀 我为什么尝试了一次沙发课之后 还要再尝试一次呢 你看这次说不定就在英购里边翻船了 我散装的托尔其语 跟他们家人聊天之后 就是大家开始分房睡觉 然后他们大概是两室一厅 库尔德人的房间是那种铺满了地毯 然后白天呢就是在做客厅用 然后就是晚上的话 就是把那个床铺 就是那种铺盖铺开 每人一个铺盖这样睡觉 五个人 然后住在这边 然后隔壁那间呢就是他 我的沙发主 沙发主的姐夫 还有姐夫的儿子 我们早上起来 姐姐又给我们准备了特别丰盛的农家美食 吃完早饭之后呢 我们就是大概在他姐姐家房子周围转了一下 据说是他们其实周边的山 以前是绿绿综综的 上面长了好多的树还有植被 但是呢因为大概是几十年前吧 就是有那种恐怖组织的人 就是可能打完一枪换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政府军很难抓到他们 所以就是干脆一把火把那个山全都烧光了 就是让那些恐怖组织无处遁形 他们那个村庄里边 就是每家每户基本上都会有驴 而且是不同颜色的驴 据说的话就是对于这个区域住的居民来说 驴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 可以拖很多的东西 然后可以爬很多的山路 当然这边的人他们是不喝驴奶 当然也是不吃驴肉的 但是我在马尔丁老城区的话 是有买到就是拿驴奶做成的肥皂的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吧 从姐姐家的山村出来了之后呢 我们又去了一个叫Dara的地方 那是一个算是波斯帝国 还有就是奥斯曼帝国就是常年兵家必争的一个城市 这是一个拿石头堆积出来的城市 然后当地人的习俗就是 是和他们去世的家人住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他们那种弧形的就是他们的房子是住在石窟里边 然后石窟可能入口啊或者是里边的话他们会专门挖一个扇形的地方专门供奉他们祖先或者是亲人的尸骨 这个在很多就是宗教里边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印尼的基督教徒吧还是天主教徒他们也是会把他们那个家人的坟墓就是葬在他们房子的旁边 然后有的地方甚至就是每逢就是节日啊或者是特殊的节日会把他们的家属的尸骨挖出来 然后好好装扮一下就是好像是他们的亲人就是还在他们身边一样 我在伊都尼西亚的小岛上见到的亲人去世之后不是躺在那个所谓的棺木里边吗 然后他们会跟他们的死去的亲人合影 然后发布在他们的就是社交网站上 就是可能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圣人或者是比较古怪的习俗吧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这是比较正常的事情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 入相随俗 就是我们骑了大概一天左右的摩托车 哇塞我是累到我的膝盖都在发疼啊 最有趣的事情就来了 就是我们回到就是他马尔丁的家之后 然后他就接到了他家人电话的连番轰炸 他的兄弟 他的父亲 你为什么会招待一个女孩子住在你的家里边 这样是不对的 你不应该怎么怎么的 你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已经已经三十多岁了 虽然你有一个很体面的工作 就是大学教师 但是你应该赶紧找个女的生孩子啊 组建一个家庭啊 就是过上正常的生活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有没有特别熟悉的感觉呢 我的房东跟我说他的兄弟 就是即使是他的兄弟是 现在是在欧洲读博还是读术 我忘了 也是打电话会问他 你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会招待一个单身的女性呢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文化教育 也不能改变你的思想想法有没有 当然我的沙发主呢 他对这种现象 他的家人的这种态度呢也是比较无奈的 而且我并不是他第一个沙发客 他之前在安卡拉住的时候 包括他现在的这个房子 他已经招待了大概来自于十来个国家的沙发客了吧 包括爱比莹 他也是开过的 那以上的视频呢 就是我来到马尔丁时候 跟我的两位沙发主的一些经历了 你们有没有被我的经历给雷到呢 其实一个人就是单独旅行的话 会收获很多的 就是有趣的经历 这次就是成群结队旅游 是基本上不可能遇到的事情 当然就是一个人旅游 首先一定要就是注意安全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